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看另一支墨水筆 我們今天看的筆款是Waterman Hemisphere 因為這支筆我買回來時,都跟一個比較漂亮的盒子 所以先給大家看這個盒子 近期的Waterman 都是跟這個盒子 無論是墨水筆、丑珠筆、原子筆都好 如果大家有買過很久以前的Waterman,就沒有這些波羅文 似乎新版就剩下了這個美麗的波羅文 依然打開,大家會看到Waterman Paris的Logo 有個帶子,翹著這支筆 再打開,正常會看到一張說明書、吸密器、墨膽等等 因為我已經拿出來了,所以大家就看不到 好了,是時候讓大家看看今天的主角 就是Waterman Hemisphere 其實Hemisphere 出了很久 據說80-90年代已經是其中一個Waterman Series Line-up 一個長清的款式 今天買回來的這款,如果沒有推斷錯 應該是後期型 大概是10年左右打後的版本 如果大家有存在Waterman的話 就會知道這款Hemisphere 和之前不同的,無論是尺寸、尺寸、尺寸 但大致上,外貌都是一致的 好了,事不宜遲,跟大家做一個尺寸 讓大家看看,究竟這支筆對比的其他筆 大小是怎樣 好了,首先最頂當然有我們的主角 就是這支Hemisphere 再對比一支,亦是非常出名的入門筆 百金牌的Pleasure 再給大家一支,這支Sailor 14K 這支1911,小版 不是Large,是配14K金尖那款 Pelikon M200 Pelikon M200 Pelikon M200 再給我一支,我覺得是他的同級對手 Pelikon M200 Pelikon M200 給大家看看這支筆的尺寸是怎樣 其實你會見到,以中型筆來說 或者是向前一點,會比較好 其實這支筆的尺寸是偏幼和長的 無論是在歐洲筆,亞洲筆方面 其實是比較幼的 事實上的確是這樣的 因為Waterman這支Hemisphere 是主打以女性傭家為主的 所以也會覺得比較纖巧,長身一點 所以你會見到它是一支比較幼身 握起來,不會很粗、很大支,很霸氣的一款 反而是一個經典、文雅的款式 做完size comparison 就跟大家看看這支筆的內部 其實這支筆的設計是 可以說是Waterman比較經典的款式 你會見到第一件事 就是斜設的筆的天官 你會見到,這裡扯下來 配上Waterman很有名的中間空的筆夾 筆夾也有點鬆 但又未去到會掉下來的情況 你會見到整支筆的一體形狀也挺漂亮的 我們就由筆蓋開始說起 剛才也說了筆夾和天官的部分 中間的筆蓋是以亮面七金屬造成的 所以你會見到它有一點反光 亦是非常紮實的感覺 最下面就是一個金屬環 金屬環的上半部分 即是這裡 是沒有任何標記、logo、印等等 純粹是一個光滑的金屬環 裡面就有一個,這裡大家看不到 但用電筆照就會見到 其實它裡面也有一個塑膠的筆毛 去保持這支筆的筆尖的氣密性 好了,說完這支筆的筆蓋 我們就來到筆桿的部分 筆桿的部分 筆桿我們也是一如以往 由尾開始說 尾其實是一個 又是金屬的,可以叫做Blind Cap 或者尾部的位置 全亮面的金屬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 然後就是一個 其實有一點點 Flare 有粗 慢慢變回少許的筆桿 筆桿應該是 比較重的銅金屬去製造 所以你看到 不是膠來的 也是一個有金屬質感的筆桿 我覺得其實它做得不錯 它的配重 你不會說真的很重 但也不會像pilot的筆一樣 很輕微微的感覺 握上手 感覺是舒服的 好了 前面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真正的筆環 筆環上面真的寫著 Waterman Paris 後面就寫著Made in France 當然 它現在的新款只寫France 然後是一個素膠的握位 以及這個不鏽鋼的筆尖 筆尖上有Waterman的Logo 還有少許的雕花 你會看到 剛才如果有眼力 大家也會看到 這支筆是 所謂的卡吸兩用 無論是Waterman的麥膽 還是Waterman的吸墨器 都可以放進去用 當然我自己偏用吸墨器 這支筆 筆蓋可以卡到上去 而且都頗實 所以無論你的手是大還是小 都可以用到這支筆 就不會說 吸不到蓋子有點短的感覺 當然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我覺得整體整支筆的樣子 你會看到是一支 很溜得來 有少許設計的感覺 沒有了 說到無謂 事寫最實際 是時候拿一本寶 做個Writing Sample 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支筆的書寫表現是怎樣 先拿一本寶 其實這支筆我也有用過一段時間 發現原廠定律並不適用 因為Waterman的筆也比較偏乾 所以我就用它 姊妹廠 Parker Crank 今天來做一個Writing Sample 給大家看 因為Parker的麥膜比較水 和流質度比較高 所以配在這些比較乾的筆裡面 感覺會比較好看 好 好了 或者大家也看到 這個剛才我書寫的過程 現在先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好了 其實 這個所謂的F-GIM 其實我個人覺得不是很F-GIM 甚至對比大部分歐洲品牌 這個所謂的F-GIM 都是F-GIM 如果要換算走主筆的話 絕對 我肯定是0.7的尺寸 即是粗幼度 我覺得日本牌子來說 已經是M-GIM 甚至是B-GIM的一個粗幼 不知為何 Waterman 這隻F-GIM 是非常粗的 所以它粗幼度 我相信跟它的打磨有少許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 打圈打直打橫寫的時候 其實它的粗幼度已經有少許變化 你看到 但當然 因為它只不過是不收鋼尖 所以你加大壓力 其實都不太看到粗幼的變化 很標準的一種大牌子筆的感覺 正如我一直所說 穩定 硬 滑 滑 沒有了 所以整支筆的感覺是一支日用筆 沒有飛白 出墨量很流暢 寫出來是滑的 當然有少許反應 或者紙刮刮的感覺 但非常輕 不會很重 不像日本筆的感覺 而且粗幼度也比較粗 我相信日常書寫 都是適合自粗或者自大隻的朋友 如果你是那種怎樣形容呢 寫手帳 然後這本手帳是A5 size 還要物質寫字 這支筆就不適合你用了 即使是F尖 都非常粗 所以這支筆來說 整體的表現是非常穩定的 是一款大牌子中亞筆的質素 可以說是 好,來到這裏就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喜歡這支筆是甚麼 我不喜歡這支筆是甚麼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說價錢的問題 首先,喜歡這支筆是甚麼呢 設計 設計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支筆的經典款 你會看到這支筆的斜邊 筆夾,整支筆的粗幼 你感覺到整支筆是設計的 配重,亦都非常穩重 所以你會看到,駕駛手不會輕飄飄的 實正的,寫起來也會流長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支筆是一支好物質 但有甚麼不喜歡的地方呢 不喜歡的地方在於筆尖 不是說筆尖不滑 而是我自己不習慣,筆尖是比較短的 你會看到 平時如果你買日本筆或澳洲筆 其實筆尖外露的部分 大概是17-18mm左右 這支筆是比正常的比較短一點 大概是15-14mm左右 感覺就沒有那麼涼 有時候會說,駕駛1-2mm 其實一隻手吞也能遷就 但是這支筆寫上去的感覺 有一點不同 尤其是它的臉部 其實它做得非常厚 所以呢 這樣駕駛駛是不行的 你要再斜一點 我覺得45-60度角度 這支筆才寫得最好 但是對於我這些懶的人 又或者其他人 當之不可能是 其實只有30多度的時候 寫東西就會有點困難 因為你會擔心著 筆尖會刮到一張紙 這個是一個 少少我覺得日用之後 不喜歡的地方 另外一個不太喜歡的地方 就是 駕駛的頂部 它只是跌膠而已 沒有金屬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當你長期不斷開梭山 開梭山的時候 很容易這個膠頭會爆 因為它的壓力 你刮到筆尖的時候 的壓力 其實有機會會壓爆 這就是我對這支筆 喜歡和不喜歡的地方 好了,最後就是價格的問題 其實這支筆的價格 跟大部分的Waterman 和Cross 和Parker在香港的市場 是一樣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價格浮動得非常之重要 舉個例子 怎樣去描述呢 就是 如果你在XX百貨的專櫃裡買 它不是做一切的時候 這支筆的價位 大概是八百幾九百元 甚至有時候 這些特別款 或者不知難同 什麼Trim 是會過千的 這支筆 如果你在一些舊式的文具店 或者那些 什麼行 什麼文具店 或者什麼什麼筆行 這支筆是賣了大概六七百元而已 但是又很好笑 我進入這些筆的時候 正值XX百貨 特價的時候 我買這支筆是五百元而已 大概是五百一十元左右 港幣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拿兩個Extreme value來説 由五百元到九百元 其實這支筆的範圍 是真的超級闊的 當然啦 顏色啦 Trim 用什麼物料 有些金屬 有些是髮絲紋 有些是髮絲紋 有些可能會貴一點點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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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因素 但這支筆的確 價格飄得 即這個範圍太闊 很難去決定這支筆的價值 當然啦 你問我 如果到Extreme value 八百幾九百元 買一支Waterman 我就會告訴你 有些嫌疑過 即是 其實如果你再看一看 八百幾九百元 其實你已經買到很多筆 Parker 你已經可以買到一支Urban Cross 已經可以買到Century 2 如果對比日本的品牌 你已經可以買到一支Pilot Grands 或者是一支最入門的Custom 74 Elite 95 百金牌 你已經可以買到一支3776 甚至是歐洲Visconti 你有機會購買到700-800元 最入門的筆款是Breeze 等等 有這麼多選擇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支Waterman 價格就加上去 也會令你的感覺 其實我每一百幾元 九百元買這支Waterman的筆 可能中間有四百元左右 其實都是去Waterman的品牌 就不是去一支筆的質素 和感覺等等 我相信我後來都會再開 一個墨水不擂台一站 這支筆對比另一支 我都覺得跟它揮得過的 Parker Jota Parker Jota 其實只是一支二百多元的筆 但我覺得它是可以跟這支Waterman匹敵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只是計筆尖 或者是筆身的感覺 其實以三四百元已經有筆 是可以跟它匹敵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800-900元 這個價格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好啦 但如果這支筆跌到六七百元 甚至五百元的話 那我就覺得可以試過 尤其是你非常喜歡Waterman的品牌 其實Hemisphere 據我所知 是現行發行Waterman的筆裡 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一款墨水筆 最最最高的就是Expert Perception Perception Charleson 但Charleson已經停了駡 最便宜的就是這支Hemisphere 大概是700-80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品牌 你亦有想入手這支筆的話 我給你的建議就是 再多提幾間店舖先 因為始終這支筆 Waterman在香港算是大品牌 比較多人認識 亦有比較多機會在不同地方找到它 由於這個價格真的可以差很遠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500-600元入手才是合理價格 800多元 我會覺得有點超過價格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支筆的價格 當然你說這支筆是否一支好筆呢 是的 無論是造工、筆尖等等都可以的 但是它值不值一個這麼貴的價錢呢 就未必了 所以亦都是那句老生上談 看時機 看看天時地利人和 看看這支筆便宜不便宜 如果跌到跳樓價三四百元 就一定會入 500-600元是正常價格 但到800元左右 我就覺得有點嚴重了 希望大家如果對這支筆有興趣的話 記得記得記得 不要虧虧 走多幾間店舖 看看會否便宜些 才會再決定 任手或選擇什麼 這支筆 因為其實它都有不同 款式 例如是 好像曾經出過不鏽鋼 紫色、發絲紋、紅色、綠色特別版 藍色特別版 等等等等 這支是最經典的款式 只是黑色、兩面金屬 配金色或銀色 今天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喜歡什麼款式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